各位网友,大家好,我是美国黎叔,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件北宋君瑶天清幼子般高祖碑。 君慈产于河南省宇州市,起源于宇州市神后镇,始于唐而胜于宋。 君慈为国之归宝,华夏一绝,举世无双,堪称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名谣奇珍。 君慈以其古朴端庄的造型,入窑一色,出窑万彩的出神入化的窑变,精美绝伦的幼色,雅而不俗的韵质,凸显出其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领域的尊贵地位。 享有黄金有价均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君慈一片的圣誉。 君慈的右色为一绝,千变万化,红、蓝、青、白、紫交相融会,灿若云霞,宋代诗人曾以落日紫翠呼成蓝赞赏之。 高足碑也称马上碑,他同于高足碗,上为碗形,下有高饼。 高足碑也称马碑,外观美丽,实用方便,是陶瓷中的典型器物,每个朝代的高足碑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。 此见高足碑口颜微向外瞥,碑心平坦,碑把底足微喇叭状,底足漏胎并有上褐色护胎幼,碑内湿天青幼,外湿紫红幼,覆盖外壁的紫红幼颜色秀美胶岩,具有典型的宋朝时期特征。 造型周整,胎骨尖密,右面温润厚实,乳酌度高,有一种温润优雅的质地美感。 君慈之所以大气,凝重,耐看,又厚色则深吻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。 手捧此碑,观其右光盈盈,浮想连篇,惹人心往神迟。 此碑千年历尽,华彩如初,无疑拔萃于存世同类,一气难求,十分难得。 鉴别要点,一,宋君慈的圈足一般城外撇的八字形,足根平切,全部施加褐色护胎幼。 二,雾底足内施与气身内一样的君幼。 三,用三四十倍放大镜看,又流淌有漩涡,有秋淫走泥纹,摇遍万千像万花筒,又中寒筒。 我们与春秋书屋在文藏论坛揭秘君瑶里公布的图像做对比。 价值参考,2018年10月3日,在香港苏富比丘季拍卖会上,一件只有9厘米大小的北宋君瑶子班碗拍得2412万港币的成交天价。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,本期古词属经兆堂艺术旗下的淡月阁珍藏。 汉有淡月品评人物,今有淡月品评古词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见。 感谢大家的观看,下期见。